中国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陆续开展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 公众对传染病防治更加关注 接种需求也随之提升 近日 中心设计者来到北京丰台区 大鸿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点进行探访 现场有成功预约的自费接种者表示 相比往年 今年预约的确更需要手速 早上的号是秒没 我约了两个私立院都已经约不上了 都是约到11月份了 两位接种者说 能够成功预约上前来接种 需要掌握一些方法 一来要降低预期 不要挑剔 二来要卡点开抢 并且可以多考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点 我就是看哪个有就打哪个 现在已经不是说人选时段 就是你有就赶紧约就可以 其实我今天也上班 但是我就是中途回来打 试试社区没有呢 还真约上了 我们就是卡着夜里12点 然后特意给全家都抢了 这个接种疫苗的机会 也算比较好巧 北京流感疫苗于9月25日开打 由于疫情原因 接种全部采取分时段预约制 避免人群聚集排队 尽管如此 接种点工作人员还是能够感到 接种人数较往年有所增加 他们告诉记者 2020年成人流感疫苗 接种总数 预计将比2019年翻倍 我们这是提前一周预约的 每天都能约满 去年我们统计了一下 大概打了是800多个 我们今年成人的这种 三岁以上的 然后我们现在再打了200多了 预计至少也要比去年多一倍的量 张晴透露 各接种点会提前计划 预估需要领取多少疫苗 因此各接种点的疫苗供应量 可能因为计划领取量不同 而有所不同 公众可以咨询多个接种点 了解情况 我们大概比去年领了 就是多了一倍嘛 因为我们会觉得 今年肯定接种的人会比去年多 对吧 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张晴表示 除了成人自费接种的流感疫苗 他们对面向中小学生 和老年人的免费流感疫苗 也增加了领取量 随着疫苗分批次逐渐下发至接种点 后续的疫苗供应会越来越充足